介紹完Input跟Output都只是一個數據的話 事實上那個東西可以用Sequential來寫 也可以用Functional API來寫 介紹完那個基本的概念之後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探討一個叫做Mati Input Model 也就是我們現在輸入其實有兩個Input進去 但是我們希望輸出的時候就只有一個而已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本書的出版社 它有關於現在要做的這個圖形吧 這個圖形就是這樣子 他說我們現在有要做一些考試 所以有文本例如說像托福考試就會唸一段文字給你看 然後唸完之後它開始就問一些問題 所以文本這邊也需要經過LSTM訓練 然後問題也需要經過LSTM 因為這個問題跟文本其實是很有相關性的 就是托福念一篇文章給你 然後當然就是要就這篇文章來問一些問題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兩個一起做訓練 然後我們今天有兩個輸入 輸入完進去之後到某個地方我們必須要把它連接 所以就是有這個compagnet這個東西的連接 然後連接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answer 得到一個answer 那這邊它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假設這個答案就是某個單字好了 就是某個單次 所以最後我們就用一個softmax把它做分類 當然有時候有些答案可能又是一段字 那就比較麻煩了 那它這邊只是舉一個例子 告訴你說這種程式該怎麼寫 所以它就簡單起見說 現在其實答案就是某個單字 可能是500個字裡面的某個單字等等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一段的程式該怎麼去寫 所以前面要input大寫的model 然後input layer input input 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然後你看它說文本的單字 我們就選1萬個最常用的字來做 然後這個問題我們也選最常見的1萬個字來做 因為你在做LSTM時候必須要把詞變成詞向量 變成word embedding 要去做word embedding 所以你通常就會選說 那到底要挑幾個字來做 然後每個字到底要挑多少 要把它變成是多少微度的向量 然後這個都必須要講清楚 好 那最後就是答案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這邊簡單起見 答案就是500個單字中的某個單字 所以最後我們可以用個多元分類的東西來寫 好 所以現在我們的input是什麼呢 我們的input事實上 我們首先先做text的部分 這也事實上就是text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先做 先寫這個左邊文本的東西 好 那這個文本的東西 這個ship 我們就把它寫成none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ship 本來應該是長成什麼樣子呢 本來應該是 這個ship 它本來應該是說 你有多少個samples 也就是說你現在的考題 到底要有多少篇文章 然後每一個文章 那有多少個字 那通常這個字 我們就必須要把它確定下來 因為我們在做LSTM時候 我們希望每篇文章 它的字數都是固定的 那這樣子送進去的張量 那個格式才固定 所以事實上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想成 我們有多少個future 也就是每篇文章到底有多少個字 所以這事實上就是input的ship 那因為今天input裡面 你的ship其實只要寫什麼 只要寫你一維的張量就好了 這個在我們前面看這個input的地方 我們再看一下它的索引 那他說input 你可以寫ship 可以寫batchship等等 那這個ship是什麼呢 他說ship事實上是一個tuple tuple就是一個中文翻成圓主 那事實上他就說 你就輸入 每篇文章到底有幾個字就是了 有幾個future就是了 然後不要把batch size也輸入進來 好所以這個ship它的規定就是 只要輸入每篇文章有多少個字就好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這邊所寫的 那ship就寫個num 那因為這只是一個範例 所以他就沒有特別寫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一個一篇文章到底有多少字 那等一下呢我們假如真的去產生亂數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指定數字進去了 好那當然呢 我們現在每篇文章呢有多少字 然後每個字呢我們都是把它變成是整數 都把它變成整數 那這個我們在之前第三章呢 在做那個電影影評的時候呢 大家應該都非常的清楚 好然後呢你每一層呢 其實你可以去自己去把它命名 自己去把它命名 那我們之前呢從來沒有命名過 那把它命名的好處是什麼呢 把它命名的好處就是 就是你等一下在看Model Summary的時候呢 它每一層就在 也不是一堆什麼它自己的編號 而是呢你自己的命名 然後呢通常它這個Model Summary裡面呢 它會告訴你說 喔這一層呢我是從哪邊來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你假如說你有命名的話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喔我的embeding one呢 其實就是從text來的 那text是什麼呢 就是我剛剛自己對那種題目的文本的命名喔 好所以有時候表揚成好習慣記 命名也不錯啦 就是說呢這個Model Summary裡面的每一個Layer呢 它的名字就是你當初命名的結果 好所以呢這個東西 我們就告訴電腦說 每一個文本有多少個字喔 然後就開始丟進去 Word Embedding 我這邊反白的部分呢 就是有關於文本的程式 就是這三項而已喔 好所以呢我們就說要去做個 Word Embedding 然後呢要挑幾個字來做Word Embedding呢 就是我們這邊已經決定好的 1萬個字來做Word Embedding 然後後面呢這就是每個字呢 要變成是多少維度的向量維度呢 就是向量維度是多少 那我們就把它設成64喔 那當然呢 你要設12832都是可以的 好所以你看它這邊其實又是一個 Functional API的寫法 因為呢我們的Input 我們就把它命名叫做 Test Input 我們就把這Test Input 寫在這邊 然後呢現在這個 Embedding這一層 好像變成是一個函數一樣 所以 F of X我們就得到Y 其實就是呢 丟進去一個張量 經過函數的作用 只是現在函數呢 變成是一層一層 然後呢就吐出一個張量出來喔 好所以呢 經過Word Embedding之後呢 吐出來的結果呢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叫做 Embedded Text 那這Embedded Text呢 那這Embedded Text呢 它的現在形狀變成什麼呢 變成說 你一篇文章呢 那到底有幾個字喔 有幾個字喔 那事實上呢 這就是Timestep Timestep 經過Word Embedding出來的結果呢 那我們的第0個軸其實就是Timestep 好然後呢 這個第一個軸呢 編號第一個軸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你到底每一個字是向量多少維度喔 好那我們剛剛呢 已經定義說 我們就是每個字要變成64的向量維度 欸為什麼你只開啟這一個 好所以呢其實 現在呢 這裡第一個軸就變成是64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現在事實上呢 就是每一篇文章有多少個字 那其實這就是Timestep了 然後呢 每個字呢 到底它是變成 它的持向量呢 的維度是多少 其實就是64 就是64 好所以呢 這出來的結果呢 Inbed Text呢 我們就又把它當作是下一層的輸入 然後呢 這一層我們就設LSTM 32個神經元 然後呢 好像經過LSTM 這個函數的注入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那一個output 那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丟進去的這一個文章 最後經過LSTM的結果 那那個結果呢 就把它命名叫做Incode Text 好 所以前面這三行呢 基本上就是在做題目的LSTM 這部分的程式的寫法 程式的寫法 好 然後呢 後面這三行呢 也沒有什麼 這後面這三行呢 就是題目 也就是呢 今天要問同學 或者是問那個來考託服等的題目 的那個LSTM的寫法 所以這個就很簡單了 跟上面幾乎一樣了 那我們還是一樣呢 把Input Shape 把它弄進去 換句話說就是現在到底有幾題啊 那這個有幾題呢 當然就是對應我們剛剛呢 有幾個文本 那這樣子 就換句話說我們假如有500個文本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問500題 好然後呢 我們就也把它取名叫做Question好了 好然後這個東西呢 輸入我們就把它叫做Question Input 那我們再經過一個 這個Embedding層的作用 而這個Embedding層呢 我們也是挑出最常用的1萬個字來做 而且呢 每一個那個字的向樣維度就是32 那為什麼不用設64呢 因為可能題目它的字不會那麼的難懂 不會那麼難懂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把這個 每個詞的向樣用的維度太高 但是呢題目可能那個每個字都還蠻難懂的 所以每個字呢 它就要用64的向樣維度來做 好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個Question Input呢 丟進去 然後經過這個函數的注文之後 然後出來的結果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Embedded Question 好所以這個Embedded Question呢 它到底講了什麼呢 它事實上呢 中軸還是一樣是time step 但是呢現在它的橫軸也就是 編號1的這個軸 那事實上只有32而已 因為呢我們現在每一個詞 它的詞向量的向量維度就只有32 好然後呢就丟進去一個LSTM 然後這LSTM呢也只有做16個神經元而已啦 然後出來的結果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Encode Question 那為什麼只用16個神經元呢 或許也是一樣喔 題目的字呢比較容易懂 所以不需要呢做太多的那個 Wall Embedding跟LSTM的神經元 電腦就可以讀得懂了 好那現在我們做出來的結果就是說 我們這裡呢也有訓練出一個32 向量維度32的一尾張量 這邊呢也有訓練出呢 向量維度16的一尾張量 然後呢我們要把這兩個東西把它黏起來 那怎麼黏呢 好所以呢我們說 我們在第一部分我們做出來的結果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向量維度64 嗯的一尾張量喔 然後呢第二部分呢做出來的結果呢 其實它就是 只要我真的寫的話應該就是64豆點 好然後呢這個題目的部分呢就是32 就是32豆點 那我們現在呢就希望把它給合成起來 那合成起來怎麼合呢 就是用一個東西叫做 C-O-N-C-A-T-E-N-A-T-E 這是Continate 然後就把它黏起來喔 好所以呢我們就把要黏的東西呢 就把它寫起來 所以我們要黏什麼呢 我們要黏 Tex的incode的部分 跟呢 Questionincode的部分 但是呢 但是你到底要照哪個軸來黏呢 你要照哪個軸 哎呀怎麼一直開啟這個 因為等一下要告訴你說 嗯 要去看那個圖要怎麼做 事實上在我們前面的影片有講過 只是我自己也找不到到底是哪一個影片 所以我想說等一下乾脆再重講一遍好了 好 那現在到底要照哪個軸來黏喔 你當然就希望說把它們黏起來 變成是一個96痘點的一個資料型態喔 好所以呢理論上就是對最後一個軸來黏 對最後一個軸來黏喔 因為我們說呢 第一個軸式上是samples嘛 也就編號0的軸 然後呢編號1的軸就是time step 編號2的軸呢 其實就是你那個每個詞的限量緯度是多少 那假如說呢你現在要去看最後一個軸是編號多少 有時候很麻煩 那剛好呢這個東西我們都是對最後一個軸來黏喔 來黏喔 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呢 64的一維張量跟32的一維張量 黏起來就變成是96的一維張量喔 也就是項量緯度96的一維張量 好那既然呢要對最後一個軸來黏的話 那我們就用那個軸就是負一喔 那負一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往後數的意思 應該是說從後面數過來的意思喔 好那這樣我們就黏起來了 那黏起來之後呢我們就直接怎樣呢 就直接接上一個那個Fully Connected Network 就是Density Network 那但是呢在這地方呢 其實作者就直接把它弄到輸出層了 因為最後一層就是輸出層 好所以我們剛剛黏起來的結果呢 我們就把它命名叫C-O-N-C-A-T-E-N-A-T-E-D 好然後呢就把它當作是下一層的輸入 然後下一層的函數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多元的分類器 多元分類器 所以你看呢它多元分類器呢 它說什麼我要有幾個神經元呢 那就是這裡所設的 我要500個神經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這個例子裡面是假設 答案呢就是500個單字中的某一個單字喔 好所以呢就是要分500類就對了 而且分500類還真的是挺瘋狂的 正確率呢很難很高啊 好然後呢多元分類呢當然就是用Softmax 這個沒有什麼困難 好那最後呢大家不要忘記了 就是要用一個大寫的這個model的指令呢 把你的輸入跟輸出呢就把它 好像把它給圈起來一樣喔 好所以呢我們現在輸入有兩個 一個呢就是text input 就是我們這邊命名的text input 一個呢就是quest input 所以呢這個東西都是輸入 用中括號把它刮起來 然後呢輸出是什麼呢 就是answer 所以就輸出 然後整個東西呢就用model 把它這個大寫的m這個model 就把它框起來 然後我們就把它命個名稱吧 那你當然就可以隨便命名啦 那有時候就叫命名叫model 但是你這個m要小寫 然後接下來呢就沒有什麼困難喔 就是model.compile model.fit model.evaluate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所以呢像它這個地方呢 model.compile裡面的優化劑 就用ms prompt 然後loss呢因為我們是多元分類 而且又不想做那個 那個叫做one high encoding 不想對y做one high encoding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用spars categorical cross entropy 那這樣的話呢 y就不需要做那個one high encoding 就可以保留它原來呢 被分成哪一類的那個整數 那這個應該大家很熟悉的 然後剩下呢就是看它的正確性喔 好那這樣看起來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問題啦 但是呢聽我的影片的人都知道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這個我也是一直強調的 其實我一直不大很想把這個東西放很小 因為放很小的話就會寫成兩行喔 那有時候我就會讀錯 但是呢我又想把它弄成一半的螢幕而已 可是這樣的話就必須把它整個東西縮小 那錄出來的效果又不是很好 所以算了就這樣子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來開始算一下 到底需要多少個 多少個參數 多少參數 所以呢我們首先先來算一下左邊這一支喔 那左邊這一支呢 我們看Model Summary它是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在Text這邊 然後Text呢就連到哪裡呢 就連到這裡喔 然後這裡呢其實呢在接下來就是做 Embedding One Embedding One 那因為Embedding One我們沒有把它命名啦 所以呢這Embedding One就是電腦幫我們命名的 好所以呢Embedding One做完之後呢 那就是跳到這邊 然後呢再接第一個LSTM喔 然後第一個LSTM呢 做完之後就跑到這裡 然後跟第二個LSTM呢 兩個合起來 兩個合起來 那合起來呢就是得到這一個結果 就得到這個結果 好 欸我發現我剛剛好像有點講錯 這個Output並不是 怎麼又是開啟這個 這個Output並不是64跟32啦 因為64跟342是 丟進去的磁下的維度喔 這Output應該是LSTM的下量維度喔 所以我剛剛有點講錯了 好吧 那沒關係啦 那我們就來算一下這個 參數的個數吧 那事實上講錯是很正常的啦 那趕快改過來就好了 知道自己錯在那邊改過來就好了 那本來也不一定我講的東西全部都對的 事實上我常常上課還講錯的東西 那原因是因為可能腦中想的跟講的呢 那就是不一樣的事情 好那我們首先再來看一下左邊這一支 左邊這一支呢到底要 估計多少參數喔 所以左邊這一支呢 首先我們看它的那個 Embedding這一層喔 然後呢它是用1萬個單字來做 每個單字呢都是要把它變成是 向量維度64的磁向量 所以這裡呢就一定有64萬個參數需要估計 就是在這個地方喔 好那64萬個參數呢需要估計 然後呢經過Embedding 然後我們做完之後呢就會變成是我們畫的這個圖喔 我們畫的這個圖 好那這個圖呢就位進去第一個LSTM 第一個LSTM 那出來的結果呢就是因為我們LSTM就有30個神經元喔 所以呢出來的結果是32x1 所以剛剛這裡呢其實講錯 這應該是呢32 然後呢第二個LSTM是16 那這兩個合起來呢其實是48啦 好等一下呢我們會再看到這些數字喔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呢 第一個這個LSTM呢到底需要估計幾個參數喔 那這個真的就只是複習而已啦 好所以呢我們丟進去的磁向量呢是64 所以64呢加上1 然後呢乘以我們現在第一個LSTM呢是32個神經元 然後呢再加上呢今天LSTM它是一個recurrent的model 所以後面一定要乘一個方正 那這個方正呢就是看LSTM有多少個神經元 所以就是乘以就是加上那個LSTM神經元平方的這麼多的參數個數喔 好然後呢這整個東西最後要乘以4 因為我們說呢裡面算的只是SimpleRNN的參數個數 但是呢你假設LSTM的話呢那整個呢是要變成4倍的 好所以呢我們就很快算一下吧 那這個是65乘以32 所以65乘以32就是2080 2080 2080 好然後後面32乘以32這個常常在算呢 就是1024 所以2080呢加上1024呢就是3104 好所以這就是3104 那3104呢乘以4的話就是12416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呢到底答案對不對啊 只要做錯的話就麻煩了 這出錯太多次總是不大好 好所以這就是12416 所以看起來呢沒有什麼問題喔 好那我們來看看呢 嗯剛剛第二步也就是呢這個題目的部分呢 做的這個地方需要估計多少的參數喔 好那因為呢我們這邊也是找最常用的1萬個字來 來估計 然後呢每一個字呢 這個向量維度呢變成32 所以這裡1萬乘32呢 池向量的部分 就是Wall Embedded的部分 就要估計32萬個參數 好這沒有什麼困難喔 好那做完之後呢 它現在呢每一個池就變成是向量維度32了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接到一個LSTM的層 但是這個LSTM呢 它只有16個神經元而已喔 好所以這裡要怎麼算呢 那就是呢我們現在每個字的向量呢是32為喔 好所以呢32加1 然後乘以呢我們接的那個LSTM就有16個神經元 再加上來LSTM呢本身必需要 16乘16個參數需要估計 也就是它神經元的平方 這麼多的參數需要估計喔 好那這整個是Simple RN 的結果 最後我們還要乘以4 乘以4喔 好所以我們看一看 這33乘以16呢就是33368 331 336就是528 528 好然後呢後面16乘16呢就是256 所以呢528乘以256就是784 好所以這邊整個是784喔 那784呢最後再乘以4 那就是等於是7344 就是3136 3136 好 好所以呢我們來看一看是不是3136 好就做出來結果 真的就是3136 好那我們第一個做出來呢 事實上是一個向量維度32的東西 第二個LSTM做出來是向量維度18的東西 這就是我剛剛寫出的地方喔 因為呢我寫成64跟32 43應該是32跟16啊 因為它畢竟已經經過LSTM做出來的結果 然後呢我們就兩個把它合起來 而且合起來呢是根據最後一個走的長度合起來的 所以呢 嗯 事實上就是把它變成32加16 變成是48的一個向量 維度 然後呢它是一個預微的漲量 所以你看那邊就寫說NUN 48 好那最後呢就接近一個 接近去一個500個神經元的Output 所以這裡就沒什麼困難了 就是呢48加1等於49 49乘以500 那就是呢24500 好所以呢最後我們就發現 這整個算完了 那參數的個數估計都沒有錯 那就可以了 好那下面呢 其實你可以去畫一個這樣很漂亮的圖 我還蠻建議大家去畫這個很漂亮的圖 但是呢這必須要灌兩個軟體 那我們在之前應該某部影片有講過 不過很快的我們再講一遍好 就是說你必須要去灌一個東西叫做Py 叫做Py.Plus 跟呢要去灌一個叫做GraphVis 因為呢這兩個東西其實在Anaconda 這個大補貼裡面是沒有的喔 所以呢你就必須呢要回到你的命令提示資源 先把它退出來 然後呢你就打Pip Install PyPlus 然後呢灌完之後呢再去Pip Install GraphVis 但是呢這個東西假如是Windows系統的話呢 你要在下面設黃金變環境變數 不是黃金變數是環境變數 好所以呢你就看一下你這個GraphVis呢 到底是設在什麼灌在什麼地方喔 那像我呢這邊灌的呢 事實上是在西朝下面的一個Anaconda 3 然後呢下面假如沒記錯的話應該是 應該是Library Library 然後Library下面呢有個BIN Library下面呢就真的找到這個GraphVis了 你就把它按兩下 然後呢你就幫我把這整條路徑呢就把它寫起來 但是因為現在Windows系統呢 它的路徑呢都寫著很很很friendly 所以你很難知道它是什麼C冒號之類的 但是沒有關係喔你就把滑鼠呢在這邊按左鍵一下 它就會告訴你說喔我現在這個路徑呢 就是C冒號然後就把它寫出來 那就把這東西呢按右鍵複製起來 然後呢要在哪裡設環境變數呢 就是在本機這邊 就按右鍵然後按內容 然後這裡有一個進階系統設定 然後這裡有環境變數你就把它按下去 然後呢我們要放在PASS下面喔 所以呢你就點PASS 然後就按新增 按新增完之後就把你剛剛貼上來的那個路徑 就把它貼上來然後按確定 那同樣呢下面系統變數呢也設一設好了 雖然我不曉得系統變數有沒有設會不會怎樣 但是既然都來到這邊了嘛 就乾脆系統變數也把它設一下 所以同樣的呢也是放在PASS下面喔 然後呢也是按新增把你剛剛那個路徑 就把它貼上去 那這樣子的話呢就可以畫這個漂亮的圖喔 那這個圖呢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好我終於可以把這個WORD檔關起來了 每次都按到它 好所以呢這個圖呢到底要怎麼做呢 那你就寫FROM KERAS.UTILS 然後IMPORT PLOT MODEL 然後你就寫PLOT MODEL 然後你就寫PLOT MODEL 然後就把你這個MODEL名稱呢放進來 那因為剛剛這個MODEL名稱 我們已經把它名稱叫做MODEL 那假如說你MIN的不一樣的話呢 你這邊就要寫不一樣的東西喔 然後SHOW SHIP呢 就看你要不要呢 每一個地方的這個SHIP 就是到底現在它的帳量是幾位 帳量 每個帳量的數字是多少 要不要寫出來喔 那你假如說你要寫出來就寫TRUE 假如不寫出來的話就寫FALTH 然後呢TOO FILE呢你就命成 命一個檔名吧 那這樣的話呢下面這張圖呢 就真的會變成一張圖片 放在呢你現在的這一個資料夾下面喔 好然後呢你就寫方IPython.Display ImportImage 然後呢就Image 然後翻內呢 就是寫剛剛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把這整個圖 給畫出來了 那畫出來之後呢 當然看圖呢你就比較有概念喔 好所以呢這就是我們 這邊所舉例的例子喔 第一個例子也就是有關於呢 我們是一個input 兩個input 然後一個output的結果 好那當然呢 你假如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去產生一堆的亂數 讓它跑一下吧 好所以呢我們說 假設呢現在有一千個題目啦 就是一千個文本 然後有一千個題目 然後呢我們每一篇文章呢 都解一百個字就好了 都解一百個字就好 好所以呢我現在呢就開始產生亂數吧 我就假設呢每一篇文章呢 那它這一百個字呢 我們都要把它變成整數嘛 就是說呢 首先你要把每一個字呢都變成整數 然後再丟到all embedding去把它變成詞向量 所以首先你要先把它變成整數 那因為呢我現在只有 我們現在就是每篇文章丟一百個字喔 丟一百個字 所以呢我就叫它去產生一些亂數 那這個亂數呢 然後呢我就是去叫它產生整數的亂數 然後從零開始到哪裡呢 到我這邊是設剛剛是設一萬個字 設完一萬字 所以我就寫零一萬 那它就會在零到9999裡面 這一萬個整數亂數去抽亂數 那我到底呢要形成怎樣呢 其實我是要形成一個矩陣啊 那這個矩陣呢 就是我剛剛這邊所畫的 那我們的sample呢就是有一百題 然後呢我們的那個 每一個題目呢 到底應該說每個文本 或每個題目呢被我們結成幾個字 那就是呢 不是我講錯了 就是我現在總共一千題啊 一千題喔 然後呢每個題目呢都被我結成呢 只有一百個字而已 一百個字而已 所以呢我就必須要叫它去形成亂數 然後呢去弄成一個size是 一千乘以一百的矩陣 一千乘以百的矩陣喔 好那同樣的呢 這個問題的部分呢 那也是一樣 從零到9999呢 這一萬個整數呢去抓亂數 那size呢也是一樣就是呢 我現在總共有一千個題目 換講說一千個文本就對一個一千個題目 然後每個題目呢 也被我猜成呢最多就是一百個字 所以其實呢這個question呢 這個舉證呢也是擺成一千乘以一百的樣子 好那這個answer呢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答案就是一個單字 而且它有五百個不同的單字 五百個不同的單字 所以呢我們就叫它從零到499 這邊事實上是寫五百 但是呢事實上就是叫它從零到499 總共呢有五百個整數 然後也是去取這個整數的亂數 然後呢我們要生成幾個亂數呢 就要生成五百個 五百個亂數喔 因為呢我們現在有五百個題目 好所以呢最後終於做完了 那之後就幹嘛呢 之後就跟之前幾乎都一樣了 就是model.fit 那.fit呢因為我們現在的input有兩個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個input的兩個 它就寫下來喔 然後呢那個output 也就是標準答案呢 就是ansys 然後跑四個epoc 那每次呢跑128 那個batch跑128個例子喔 好所以呢我們就讓它跑一跑吧 那因為這都是亂數 我之前沒有import nonpy 等一下 就是很像text 所以上面這個地方 其實我沒有按 對其實上面這個我實際上並沒有直行喔 所以下面大家就跑不出來 好所以呢我們就讓它跑一下吧 好那它就開始去跑 那因為呢我們現在丟進去都是亂數啊 而且我們有五百類 所以理論上正確率應該就只有 就只有五百分之一而已喔 就是0.002 好那我們跑四個epoc 那正確率還有0.03呢 我們本來預期是0.002喔 但是呢因為一堆亂數它還是很努力的去幫你做fitting 那可能搞不好最後都是overfitting的結果 好那這樣子就介紹完這個 這個mata input的模型喔 那當然可以去看看我們的answer 我們的answer 就是0到499去抓500個亂數出來就是喔 0.004